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說美國和其他大國目前正在與塔利班展開談判尋求達成和解結束近10年阿富汗戰爭的可能性 卡爾紮伊說外國軍隊特別是美國正在進行這種談判 卡爾紮伊的有關說話被認為是有關美國進行這類談判的第一個官方評論 卡爾紮伊星期六在首都克布爾舉行了一個記者會 美國駐克布爾大使館對卡爾紮伊的講話並沒有作出評論 在今星期美國總統奧巴馬回見了駐阿富汗美軍最高指揮官彼得雷烏斯將軍 商討美國軍隊最後撤離的時間 白宮發言人說他們討論了多種選擇方案 奧巴馬總統曾經規定美國軍隊在今年7月開始撤出 所有作戰部隊定於2014年底前撤出阿富汗